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听说过山炮野炮 那么这个九二式步兵炮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步兵炮是一战时期阵地战中的产物 其特点是轻便易携带 同时火力足够给力 日军虽然没有参加一战 但对战争中出现的步兵炮极为感兴趣 并进行了仿制 九二式步兵炮参战的频率是相当高的 实战中这个小家伙看似不起眼 但威力却不小 自然也引起了中国的注意 抗日剧亮剑中 李云龙与战友砍大山时 歪霸的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都是吹牛的资本 而搅和了九二式步兵炮 就足以让丁伟和孔杰瞪大了眼睛 当然 虽然老李自豪的还是搅和了两门意大利炮 有了这玩意儿 九二式步兵炮才能屈居刺袭 不过 可能是道具不太好搞的因素 九二式步兵炮并没有在电视剧中有所体现 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 要知道当时这种炮一共也就造了三千多门 比歪霸子和九二式要少不少 也正是因为如此 搅和九二式步兵炮可是要计大功的 因为在当时日军的碉堡其实是防不住炮火攻击的 有了这个家伙打碉堡既能减少伤亡 又能办好事 确实是个戾气 另外九二式步兵炮体积小 利于携带 非常适合游击战所用 希望在以后的电视剧中能看到这样的道具出现 而不是穿越的贾特林了